我跟我老公结婚有八年的时间了 我们从大学时候开始谈恋爱 一直走到结婚生子经历了非常多 我们两个也算得上是患难夫妻了 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 拼搏到现在有了一个全款车和一个暗街的房子 让我们两个人非常满足 并且结婚后不久我就怀孕了生下一个男孩 孩子的出生算是给我们的情感添加了润滑剂 孩子一周后我和老公就把孩子送去给了我的公共婆婆带 我们两个人就拼命地工作拼命地存钱 就是为了以后能给自己的孩子父母一个很好的未来 我是做出口贸易工作的 我老公是公司的普通文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每个月的工资是我老公的三倍 有的时候甚至是四倍 可这一切我并没有跟老公说 他问我工资是多少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说跟他差不多 每个月交给他一部分 剩下的全部存了起来 因为我知道我老公 他是一个非常不会辞家过日子的人 所以我把这笔钱存起来 就是为了房子以后的不时之需 几个月前 领导安排我去外地出差 大概去三个月左右 一开始我不想去 可回来后我跟老公商量一下 老公觉得可以去 第一方面 去出差能多赚点钱 第二方面 老公觉得分开一段时间也能让我们两个彼此的感情变得更加甜蜜如初 我听完老公的建议后 我决定去试试 一个星期后就买了飞机票 去了外地 起初我们两个虽然身处异地 但每天还是会有电话的沟通 每次打电话也都会在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异地对我来说是一开始觉得没有什么 只不过唯一不好的就是见不到面了 心里有一点失落 可是后来一段时间 他就让我非常的失望 每次我给他打电话 他都会吵吵地挂了 感觉就像敷衍了四一样 根本对我漠不关心 每次我问他 在干什么呢 这么忙 他每次的回答都是一句话 工作忙 可我内心知道他的公司根本就没那么忙 他肯定是给朋友在外面鬼魂 或者给哪个女人号上了 我越想越生气 所以决定提前回来看看 后来我跟领导请假 提前结束了三个月的出差之旅 买了飞机票 回到了家 到家后 由于走的时候没带钥匙 所以就敲门让老公给我开门 老公一开始以为是物业 所以根本就没有防备 直接给我开门了 开门后 我看到了老公的模样惊呆了 原因是 老公一扇不准 头发凌乱 身上还有一股很浓的香水味 并且 他看到我之后的表现 非常的紧张 害怕 我一眼就看出了问题 怒气冲冲地跑进房里 看见一个一尸不苟的老女人 这一下让我瞬间崩溃了 三浪我老公一巴掌 就跑回了娘家 第二天就给他打了电话 让他去民政局离婚 我真是瞎了眼了 每天在外面辛苦地挣钱 就为了让这个家过得好一点 没想到老公还在外面背着我乱搞 正是让我伤透了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